好 我们认识了这个单缝公司单缝眼射啊 我们回过头来再分析 原来我们不是讨论过双缝干涉吗 双缝干涉 不是 双缝干涉的时候啊 我们并没有考虑两个缝 缝自己本身的作用 我们没考虑它对吧 当时 我们回顾一下 当时双缝干涉会怎么样呢 双缝干涉啊 当时会有明暗相间的条纹 而这个亮点有什么决定的呢 明文是 Dsign C的等于Ki Lambda D呢就是凤与凤之间的间距 哦 就是这样 那当然暗文就他们之间了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Lambda 二Lambda之间 三Lambda 那就是暗文 对吧 不过在这里边呢 没有考虑凤本身这个颜色 对不对 如果考虑凤本身颜色 你 你实际上当然要考虑凤的颜色了 对不对 因为凤本身 颜色是存在的 对不对 当时为了简化 我们只是没讨论而已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 假如单凤在的时候呢 它这个颜色图啊 看见没有 颜色图啊 现在我们在这里边要讨论的是双凤 对不对 加了另一个凤 比如说 加了另一个凤 加了另一个凤以后呢 这个凤也有一个颜色 对吧 现在我问大家一下 你说这个凤 你看这个凤颜色图案是这个 对不对 你说这个凤的颜色的中央明文在什么位置啊 一样的 对吧 我问有东西说 哎 中央明文会跑这儿来啊 只是你仔细稍微留意一点 你就会发现 因为我们这个透镜啊 透镜成像 你平行光过来的话 平行光过来 平行光过来一定会在这儿汇聚 明白这是什么 如果和这个方向 c大方向一样的平行光过来的话 它一定会在这儿汇聚 同一个角度的光 会汇聚到同一点 这是往往会糊涂的地方 现在我们知道了 两个凤不管在什么地方 不管你这个凤在什么位置 它这个颜色的位置啊 是重合的 对吧 可是重合的 我们知道 辉耿斯菲尼尔远 你告诉你 它俩重合的那些位置 光强不能简单的架法 要相干叠架 对不对 相干叠架 我们原来考虑一下 我们原来这个 你这个是重叠的 对 我们原来 不考虑眼射的时候 双缝之间干涉的 强度是怎么样的呢 强度是这样 记得吗 双缝干涉的强度是这样 这个是单缝在的时候强度 然后他们俩干涉以后 这个是得到败是什么呢 得到败是两个缝之间的相位差 两个缝之间的相位差 不是这个吗 λ分之二 第3C的 对吧 就是这样 现在你比如说考虑某一个P点的光强 那P点的光强的时候呢 仍然是这两个缝要干涉 对不对 可是干涉的时候 他们每个缝的光强 不再是I0了 而是这一点的强度 对不对 那这个强度是什么呢 实际上实际它是这个东西 明白 这是什么 所以你的光强不再是 不再是原来我们忽略演射的时候 认为一个单缝在的时候 光强都是I0 对吧 现在它有个分布 那你干涉怎么办呢 干涉长度 当然你要考虑这个分布了 干涉的其他地方结果 跟这个原来是一样的 对不对 没有任何变法 同意吗 就是这样 所以双方干涉 实际上是变成了这么个东西 也就是说 在你原来干涉的基础上 加了一个眼色的 我们把它叫做眼色的调制 因为这是乘法嘛 所以你如果这个调制是等于零的话 那整体就要变成零 因为这是要乘法 乘法决定的 对吧 所以说呢 你这个 原来这个变成这个 所以如果考 比如说我们搞一个例子 比如说 凤与凤之间的间距是凤宽的两倍的时候 那它这个双凤也干涉图案呢 就要受到这个颜色因子的调制 所以变成了 比如说这是颜色 干涉条纹应该是红色的 明白这是吗 是这样的 这个是下面颜色的那个因子 丹凤眼色因子 沉到了刚才干涉的那个结果上 于是就变成了这个 比如说零级图案 零级亮度 这个地方的光强是等于多少呢 是你这个丹凤时候的四倍 这个知道四倍怎么来的 对不对 因为两倍的 一加上 cos 得到费 得到费等于零的时候 又等于22的四倍 对不对 所以你看四倍出来了 其他的位置呢 其他位置沉上了这个因子 所以相应的变小 所以这干涉图案就变成这个东西了 另外呢 因为你这个D等于2A 所以本来 本来比如说这是零级干涉亮纹 一级干涉亮纹 然后这个地方 第一分之二拉姆达那个位置 本来应该是干涉的第二级主级大 对不对 第二级极大 那个亮纹 可是那个位置刚好是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是D等于2A 所以第一分之二拉姆达就等于A分之拉姆达 可是A分之拉姆达是 颜色的呢 第一个暗纹的位置 所以这个暗纹的位置和干涉亮纹的位置 重合了 也就是说这个暗纹呢 就把这个干涉那几次的亮纹给压住了 就那个亮纹就缺掉了 我们把它做缺几 就所谓出现缺几现象 所以明纹缺几现象指的是什么呢 你这个双缝干涉的极大位置 和这个颜色暗纹的位置重叠的时候 那个位置亮纹就被颜色暗纹给缺掉了 就暗它压制掉了 所以它不再亮了 所以这缺几 那这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计算 这个亮纹的位置和这个暗纹的位置 一样的时候的意思指的是这个c大和c大一撇是一样的时候 同一个位置 同一个位置 所以它俩一样的话 当然你一除 它俩一除 这个约掉了 拉姆达约掉了 于是就这个位置 所以亮纹的k级次 在这个颜色的那个c一撇暗纹那个地方缺几 有没有这个是什么 出现缺几 这样 清楚了吗 有没有 那你可以数啊 比如说 我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 颜色中央明纹那个地方 有几个干涉亮纹 像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这个是什么 就中间有几个亮纹呢 那当然那它取决于d比a是什么 你刚才d比a是等于2的时候 d比a等于2的时候啊 中间有几个亮纹呢 零级一个 一级一个 可是二级呢被压制掉了 所以中央实际上是有三个亮纹 实际上是你要这么数 所以你要数的是有几个k k一别等于1的时候 你看呢 k一别等于1的时候 d比a等于2 所以缺几的次数是k等于2 所以二以前的才能出现在中间 二以前不就是1吗 正负1再加0不是三个吗 就这样啊 这种题都是典型的问题 就是也简单啊 你只要不发蒙 如果你清楚它问的是什么 这些问题都容易回答 那么如果a比这个d比a较大时候呢 d比a比较大的时候啊 中央明纹里面就会有很多那些双缝亮纹出现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比如说这是单缝颜色的时候 这是单缝在的时候颜色图案 可是这是两个同样的单缝 可是同样的单缝 d比a比较大 就是它们之间距离稍微远一点 比起缝宽来说要大很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中央明纹里面有很多亮纹 看见没有 就这个意思 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面可以看到的 或者是看那边看到那个中间 如果看不清楚的话 我们看这个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能看清楚吗 就是亮纹很多亮纹 这是中央明纹 中央明纹 然后有很多亮纹 可能看不清楚啊 跟这个图是一样的 只不过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个很细小的平行光 所以光在这个方向上当然就很小了 对不对 这个呢 是稍微宽的光 看到的图案就是这样 这是双分干涉图案 现在看到的双分干涉图案 你看 这个地方是缺掉了 看见没有 能看到缺几 对不对 明显能看到缺几 次暗纹里边也可以看到亮 干涉图案 双分干涉图案之间 亮纹和亮纹之间的距离是同样的 暗纹和暗纹之间距离也是一样的 但是它只不过受到了单分眼色的调制而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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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